心事不说出来,以为没人知道 但皇帝内经告诉你 原来是会写在面上的 你面上的斑越多 就对应你的心结越多 一个结就会形成你身体里面 五臟六腑某个地方的一个倒室 它就会呈现在面上 你的斑的位置还是对应身体不同问题 例如是平均地有些小斑点 就代表你整体身体有些气血屈 如果在鼻梁这个位置 特别有斑 就会认为是和抑压的情绪有关 在这个拳的位置 在皇帝内经就认为它是属于肾病 观察斑的颜色 还可以看得出自己是热气还是寒气多 如果它是青黑的颜色 都是主身体为寒气为主 红色的就反映同志有热气 今集出这些 和你由中医角度看色斑 有些人曬完之后 它会曬到面不均匀 甚至变成曬出一些斑 其实这也是代表它身体里面有某些地方 有气血的堵塞 比起皇帝内经认为人的面部 是对应全身的五状六虎 如果它是哪个地方呢 里面的气血有堵塞 曬完之后的那个气 比较集中气 它就特别容易曬出 比较黑 或者是有个色斑 或者里面本身受了寒气 所以它曬完之后 它就不能均匀地整个面 气血流通地黑 就变成一大大斑 例如平均地也有些小斑点 那些色斑在面上 就代表你整体身体有些气血屈 那种可能容易解决 例如你整体要做些运动 气血流通 都适量晒在太阳 通常那类反而不是什么病 但在局部的斑只有问题 最常见的位置通常在这些位置 在鼻梁和拳骨这两个位 在鼻梁和鼻梁的位置 如果在鼻梁这个位置 你特别有斑 就好像遇见鼻梁 遇见鼻梁 遇见鼻梁 有大黑斑或者青色的斑在 因为鼻梁是对应肝壮 所以中医上肝是虚弱 或者受了寒气 就会出现青黑色 也反映它有叫肝气屈结的状况 肝气屈结在中医上 就会认为是和抑压的情绪有关系 特别是指有抑压的怒气 通常是没有呈现出来的 所以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平时可能不会骂人 又不会特别发脾气 当然你屈到这么长下都会爆 但大部分时候可能就是没有 不是经常发脾气 所以如果鼻梁在鼻梁附近这个位置 就知道可能平时习惯了隐气吞声 例如是对有些事情不满 但又没有说出来 但其实怒这个名词 在皇帝内经里面 它主要不是指你一定发脾气 因为怒是指你一种生命的动力 是深层的动力 是令到你人生想做你想做的东西 如果抑压了这个深层的动力 意思就是 你可能有些事情想做你没有做到 例如你想去旅行 你没有去旅行 或者可能你 这份工作其实不是你想做的 你正在做 这些都是抑压了你生存的动力 所以你会屈住了气 谷气 气不顺 所以 断在这里 就要对应自己的身心状况 另外又想说另一个常见的位置 通常常见是在面部拳骨这些位置最多 在皇帝内经里面 就会形容 如果是拳的位置 颜色是比较红的 或拳红 通常这些断其实开始是拳红 先是由于红了 后来就 色久了之后 就变了 别的色 如果比较红的 就认为是心的病 对应心脏的问题 因为心脏可能是太过劳累 产生一些热气 然后就会谷在这个位置 其实健康的人通常不是这里红 通常是这里红的 这个位置 鼻旁边 是对应小肠的 因为小肠是主烧化吸收的能力 养分最多的地方 所以健康人 这个鼻旁边是少少红润的颜色 甚至这个断比较多是那些 暗黑色的断 即是拳的位置 在皇帝内经就认为他是属于肾病 肾病的意思是一方面 肾虚之后 身体会受了寒气 寒气堵失就会出现各种颜色断 但另一方面肾虚之后会产生一个叫虚火的东西 虚火会往上走 对应这个肋骨 肾膜下面的位置 谷着气 所以容易脏脏脏 胃不舒服 其实很多人这里都不舒服 香港人经常有这个病 胃脏 脏脏脏 但这种脏如果轻度可能你不察觉 例如自己可以试试按这些肋骨位置 如果你这样按肋骨 你特别是按旁边的肋骨 很多人会说不要按我 很辛苦 有酸酸痛痛 但如果按前面可能会少一点 旁边的肋骨就对应肝座多一点 但如果这个位置的赤黑 通常是代表你这些位置 气不通 你按下去就会容易不舒服 甚至可能长期痛你不知道 因为你少触碰它 所以没有感觉 如果见到两拳有色斑 它所反映的就是你的劳累时间比较长 其实你已经是身心俱疲 但通常你可能都不觉得累 因为意志力答够 抵眼上 即是死撑 所以这个时候 特别这个色斑 它真的很难搞 因为难搞的地方是 可能你不知道自己累 是因为它有虚火 人就以为自己精神 那个火气会令到人 好像精神壮你 但随着你休息多些之后 你的火气下降 你就会觉得累 例如平时 一生一日不够睡 周末就保眠 睡多些 睡到可能是上午12点 下午1、2点起床 睡觉都是很累 周身肌肉疲劳 其实那些就是你的虚火下降之后 你的本身那种劳累呈现出来 補回休息之后 你就开始先有气血流通 才可以达到那个斑 所以为什么有时这些斑顽固 其实跟我们一方面是真的长期劳累 另一方面 是有一些刚才说抑压的情绪 做不到想做的事 都有关系 我还看到有些人 霸在太阳月附近 这些会代表什么 刚才说第一个 那些神虚往上走的 常见位置 就是在拳的位置 它再往上走 就会去到页头 一来它有寒气 二来它的虚火 特别是页头 最多 火气 好像烧黑了页头 烧焦了 因为通常 旁边这个位置 比较少肉 只有一些骨 就会容易 这个位置 显露多 比较先 看到出来 如果再明显的 这种虚火 往上走 就不是斑 例如是 页头很油 头顶太油 洗头的头油很多 然后甚至是 脱头发 大家 常见到 例如有些 中年的人士 特别可能 事业很成功的 通常是 地中海 头很光亮 反光的 通常是因为它过路 所以令到它 整个页头变黑了 又太反光了 有些人是天生 就已经出班 那些人是否天生 气血就不好 可能他在父母怀疑的时候 身体已经比较虚弱 或者父母身体 也有些 寒气 也会影响作胎儿 或者父母本身有些 情志的屈结 例如 慢慢怀胎的时候 可能是抑鬱 或者是不开心 宝宝的气血都会受影响 所以有些宝宝散出来 未必是 肤色又漂亮 我见有些人 有些斑是大粒一些 有些是小粒一些 这两者有没有什么分别 大小是一般人的看法 中医就会说 聚散 是团聚在一起 还是散开 是说斑的密度高不高 就是聚在一起 深色一点 那个就高一点 都是指整块面的 状况 如果是整块面均匀地散开 是散一点 又比较轻一点 如果是聚在一起 即是它的色斑在局部地方 但是深深一点 那个问题会严重一点 另外就看它的浮沉 浮沉就是 我们皮肤的厚度 例如最浅层的皮肤 颜色斑在浅层 还是深层的 如果在浅层 病层比较轻一点 深层就是屈结 比较深层 所以从这些形态 我们知道它的轻重程度 所以大一点的斑 其实屈结就大一点 没错 而且屈结在中医上 它除了指那些 毒素 例如寒气的堵塞之外 亦都是指心结 你面上的斑 如果越多 就对你的心结越多 所谓心结的意思 是指 它对某些事情 记住了 拿着不放 例如可能是 曾经很多年前有个人 可能是 欠了你钱 没有还到 如果现在想起还是觉得 硬着硬着硬着的 一个结 就会形成你身体里面 五致六腑 某个地方的一个堵塞 它就会呈现 面上 结是小一点 可能就 面的呈现少一点 可能只是 出街被人撞到 就形成一个 这样的 小小的结 可能一点 但如果你那天 整天都很多结 结了很多院 你就会越职越多 但如果那些结是比较大的 例如你真是面上 这两拳 特别有某个大的释斑 那往往是代表你人生某个阶段 真的有一个大的创伤 所以其实如果说坊间那些去斑方法 其实某程度上都是表面解决 它没有解决我们深层的心结问题 是的 当然是 表面解决也是一个解决 但可能隔不久又会出现 色斑的颜色 会不会都可以反映到我们的健康问题 中医认为所有的 面色或者色斑 都是由五种色去混合出来的 都是青红和白黑 所以有些人例如是白色斑 它就晒完之后白了 可能是白斑 甚至有些人有些病 就是白色 就是整颗白了 如果它是 青黑的颜色 也是主身体为寒气为主 如果它同时是红色比较多 红色的就反映同时有热气 一个人那里有黑色的斑 身体有寒气 但身体同时可以有些热气 去那边去帮它消除寒气 所以那一大斑可以是黑色加红色 黑色加红色的就叫暗红色 或者有些人形容咖啡色 或者是不同的 混合的比例 就有不同的颜色的呈现 但中医的想法就是 你不要理那么多 总之就是 看它五种颜色是哪一种最基础 所以大部分的斑都是 考虑是青黑 或者加上红色 去变成一个斑的颜色 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 其实可以很简单地 替我们解决这个斑呢 我以下讲这个方法的原则很简单 但大家看完之后可能觉得有些都不容易做 就是要令到自己过一个 信心如意的生活 中医有些叫做情治疗 发泽治疗 做完之后 你看到它夹多久 发斑会淡了 会很快的一个身心的转变 在面上呈现出来 而曬太阳的确是对人很重要的 我想我们现在 很多人都是太少曬太阳 反而令到身心很多病堂 最理想是晒在背部 背部是身体阳气的部位 所以曬太阳曬背部 是对整育健康 吸收阳气最快速的 但如果真的曬不到的 起码就曬手脚 即是四肢 短到三股 给自己的肢体 吸收了阳气 也可以帮助你的身体 排走毒素 排走寒气的最佳方法 曬太阳同时会令到你感觉的人 排解那些腹向的情绪 如果每日 基本是曬太阳的 其实这个应该很安全 应该每个都可以做到的 今天多谢李大夫 和我们介绍了 这么多有关式班的问题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分享给朋友 和订阅健康吗 有什么问题 欢迎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